2019年12月8号 王女士买了这款卡蒂亚万表 价格是13万7千元 她还选了两条2000多块钱的表带 总共是14万多 我朋友怎么样呢 她说我看我这块手表挺漂亮的 然后她拿去看 你这个时间跟手机的时间怎么对不上 然后相差 当天晚上相差5到10分钟 然后我立马就跟他们那个顾培 就是销售顾问联系 销售顾问是教我 就是说上此轮观察 王女士说 销售给出的建议是要调试一段时间 中间来来回回一个月就过去了 去年1月份 王女士到海南旅游 走时不准的问题更加严重 销售顾问的解释是受辞了 再后来因为遇上疫情 双方都耽搁了一段时间 直到去年5月份 走时不准的原因 才得到一个技术认定 检测出来说有质量问题 要我拿去维修 有什么质量问题 她说里面的机型问题 导致时间不准 电话里面跟我说的 我说我一块新表 肯定不接受维修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权限 来接受你们任何的拍摄 怎么我是当事人 你别搞笑了 我今天就要看我这块手表 怎么了 我14万马力宽 废品放在你们专门电话 不能看了吗 给我现在拿过来 你给我现在拿过来 把我手表拿过来 你付一下心情吧 没有你这个人说话 太官方了 需要我调解 需要我来劝劝他 那您能把手表拿来 我可以帮你 你需要等一下 我先联系商场 后来记得到商场管理处 进行登记 师傅店长才把手表找出来 目前这家卡地亚精品店里 已经没有这款表了 王女士说 当时销售顾问 还是从后面拿出来的 说只有一块 会台上我当时看 是8万的表 部牌是从里面 给我拿了一块手表出来的 一个是这里的作品 一个是里面 我保险这样做的 这个很简单 它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区别就是有质量问题 放在里面 不敢放在外面来 笑什么 有问题吗 什么叫误解 我应该怎么理解 你告诉我 你们不给我解决 你觉得我应该 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 之所以王女士会这么激动 她说是因为 去年5月份提出更换一块新表后 卡地亚方面每次都说 要进一步反馈 一直拖到了现在 距离购买手表已经快两年了 而手表放在门店 已经一年半了 她说因为我超出了三包 我说三包的时间 你最开始是你们言误的 不是我言误的 然后说我拖的时间太长了 超出三包了 就拿这个 说换不了 但我最终 那当时 猴七天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来检测一下 我没想过那么多 因为她那个销售顾问 就一直说一块新表是正常的 如果您平时出现这个情况 你就尽快拿过来 我有电话沟通记录的 我有说过呢 这个记录呢 销售顾问正要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却被师傅店长一把按了回去 这一幕 刚好被走动中的王女士挡住了 按照师傅店长的意思 这事由公关部门统一回复 当时检测出来 是说有百幅不定 导致的走势的误差 但是这个百幅不定 它这个因素也会比较多 佩戴方式 包括跟环境因素也有关系 去年5月份的那个维修工单 您有调出来吗 我们已经跟品牌在沟通了 因为已经换了系统 他现在就在质疑一个事 他买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存在质量问题 至于超出七天之宝 是因为你们门店提出了一些误导性的售后意见 那这个百幅的问题 其实因素也蛮多的 卡地亚公关部表示 调取去年5月的工单还需要时间 但不存在质量问题 王女士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表示会通过其他途径维权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卡地亚公关后来给记者发来邮件 提供了去年6月的检测文件 说是腕表具有非常精巧复杂的机械原理 出厂后内部齿轮需要运转和磨合 由于个人佩戴习惯和环境因素不同 腕表内部齿轮运转会有不同的表现 针对腕表目前走慢的情况 建议通过全面保养服务的技术调教 恢复其各项功能至原厂技术要求 但是王女士拒绝拆机